很快 吴凡就开始给林妙做推拿 就在这时 吴凡突然想起了姚芳的事情 忍不住就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看一下林妙的胎记 当他睁开眼 果然还是看见林妙的身上 有一个一元硬币大小的红色印记石 突然有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好奇 那就是姚芳说 背上有红色印记的人不少 网上就搜出上千个人 所以并不能作为找人的验证 但是姚芳还说了 在她身上还有一个手指大小的红色胎记 她妈妈还说了 她当年都是的妹妹 也有着同样的胎记 同样的位置 几乎就是一样 鬼使神差一般 吴凡在纠结了数次之后 还是把眼睛落在了林妙的另一个地方 顿时 她的脑袋嗡的一声响 人也像是被电击一般 瞪瞪的后退了好几步 我的天呀 这是怎么回事 她张开嘴巴 左看右看 显然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因为在林妙的那一个地方 赫然就有一个手指大小的红色印记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吴凡就已经断定了 那个印记和姚芳说的是一样的 难道林妙和姚芳真的是两姐妹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世上不可能有那么巧的事情 吴凡一边拍着自己的脑袋 一边想着 是不是还是自己看错了 吴凡想到这里 伸手过去试探了一下 这一次 她可以肯定 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是粘上去的 太诡异了 林妙的胎记 怎么真的和姚芳一样呢 难道她们真的是姐妹 要不然也太巧合了吧 为了和姚芳说清楚这一件事情 吴凡也是头脑一热 掏出手机来 对着林妙的胎记 拍了一张照片 嗯 就在这时 病床上的人 林妙突然轻声地哼了一句 身体也有轻微的扭动 吴凡吓了一大跳 本能的就把手机往裤子口袋里一塞 然后赶紧过去给林妙把脉 把完脉后 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林妙身体正在快速好转 担心林妙醒来看见自己会难为情 于是吴凡打了一亿个电话给蒋院长 让她派一个护士来给林妙换一套干净的病号服 然后她就马上离开了病房 她刚出去 护士就进去了 时间刚刚好 吴凡松了一口气 马上又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华大叔 你赶紧回到病房来 华师天骑时没有离开多远 因为她知道吴凡随时会召唤自己 所以不到一分钟她就回到了病房 护士见她出现了 好奇地说了一句 刚才进来时都没有看见你呢 好了 已经换好了病病号服了 行 你出去吧 我还要进一步治疗 华师天装模作样地说道 目的就是要让别人知道 是她治好了林妙的病的 这是吴凡安排的 看见已经穿着病号服 躺在病床上的林妙脸色 有一些红润 华师天松了一口气 知道林妙的病情肯定是好转了 或许已经是完全好了 现在怎么办 她打了一个电话 给已经出去的吴凡 吴凡直接从后门走了进去说道 华大叔 你赶紧叫彭主任他们进来吧 还要跟他们统一口径 就说是你们三个再替林妙治病 我不过是去熬药 行 行 师父 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很好 估计再过三分钟就能醒来 我就先出去了 这一次吴凡是从正门出去的 医生胡小英以为出来的是医生 正要开口询问呢 只是当看见出来的是吴凡时 马上脸色一沉 改口问道 废物 林妙怎么样了 华神医 他们在医治 你通知了 不能让我进钱 所以我不知道结果 你们还是等华师天问情况吧 吴凡略有一些心慌的说道 丁玲玲就在这时 吴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出于本能 他掏出电话就要接 就在这时 胡小英 抬起手就在他的手腕上 猛的拍了一下 怒斥道 废物 有手机 有手机了不起吗 别在这里打 会影响林妙 他肚子里可是有孩子 手机有辐射 吴凡猝不及防 手机掉在了地上 心里有一些生气 就瞪着胡小英看了一眼 什么有辐射 这就是故意找我的麻烦而已 姑爷还是挺有情调的啊 手机里竟然还存有美女的照片呢 就在这时 一个保镖去帮吴凡把手机捡起来 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般戏谑的笑了起来 拿来 胡小英一把把手机夺了过来 当他看见屏幕上 居然是一个女人的一节躯体时 抬起手机就朝吴凡脸上拍去 嘴里还怒斥道 这是和哪一个女人鬼混呀 还拍下了这样的照片 啊 吴凡在听了保镖的话后 大吃一惊 因为他赫然想起来了 刚才拍完照片后 都没有退出 照相菜单林妙就发出了哼声 于是自己就赶紧把手机放进了口袋 妈呀 这可是拍的林妙的照片呀 给别人知道了 丢死人了 特别要是胡小英知道了 不把自己打死呀 再说呢 万一要是传到了林妙的耳朵里 自己就真正成了废物和人渣 给我 给我 吴凡本能的就要去抢手机 不过这一次 胡小英的动作还是挺快的 马上退后了一步 另一个手指着吴凡说道 好呀 你想毁灭罪证吗 这是你在外面乱搞的铁证 就凭这个 我就能让林妙起诉你离婚 让你怎么来的 还怎么滚出林家 给我 给我 吴凡急了 就要冲过去抢夺 你给我停下来 再过来我就把手机扔出去了 胡小英一边说着一边后退到了窗户边上 做出了把手机扔下去的样子 赶紧给我 吴凡真是有一些急了 背上一个在外面乱搞的铭声还是次要的 关键是林妙的相片还被别人看了呀 不过他这个时候也不敢贸然冲上去对胡小英用粗 这毕竟是林妙的妈妈呀 所以此时此刻的吴凡 内心一直在默默的念叨 希望胡小英看不出来这是他女儿的照片 否则就真的闯下了大祸呀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一个女人能看上你这个废物 还让你拍照 胡小英拿起手机 仔细地欣赏起那张照片 这女人虽然照了一部分 但看上去一定是个很漂亮的人 可惜 一颗好白菜竟然被你这个废猪拱了 这什么女人 那么不长眼呀 胡小英一边看着还一边笑嘻嘻地评论起来 好了 还给我 那不是什么我拱的白菜 只是下载的一张明星照片而已 无凡不能蛮干 就只能用尽了 呵呵 废物呀 你居然想着妄媒止渴这事呀 你这种废物呀 哪一个女人瞎眼会看上你呢 不过 说句实话 这个女人确实是漂亮 哈哈胡小英一边说着一边戏谑地大笑起来 突然间她像是被电击一样 惊叫一声 手机也直接掉在了地上 林夫人 你怎么了 旁边的保镖见她像是突然中风了一样是 吓了一大跳 赶紧急切地问道 胡小英晃了晃头 似乎回过神来 赶紧把吊在地上的无凡的手机捡了起来 然后对旁边的保镖喊道 照片的事情不要传出去了 保镖点了点头 心里想着 这胡小英虽然刻薄无理 但是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人性 不想太让名义上的女婿太丢人了 好了 你们下去 没有我的召唤 绝对不能上来 胡小英对保镖挥了挥手 保镖看了吴凡一眼 有些犹豫 那意思非常明显 吴凡这么高大的一个人 又是你嘴里的废物 你要是骂他骂得他 恼羞成怒了 要是打你了 怎么办呀 滚呀 胡小英有些歇斯底里的说道 走 走 几个保镖虽然搞不清状况 还是赶紧离开了 他们走的时候 还一个个目瞪口呆 不知道刚才还讥笑吴凡的胡小英 可以会突然像是很悲愤的样子 胡小英随即指着吴凡 吏声说道 好你一个废物 居然 居然做出这等狼心狗废之事 我一定要让你去坐牢 随即 他掏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我女儿在医院被人侵犯了 赶紧过来 吴凡心里也是非常忐忑不安 从胡小英的举动来看 他似乎突然看出来了 这张照片就是他女儿的 所以前后才会明显的不同 阿姨 你说什么呢 你报假警 就不怕帽子叔叔抓走吗 林妙在里面好好的接受治疗 怎么会被侵犯了 吴凡鼓起勇气问道 其实他这是最后的试探 因为只要不是傻瓜 也已经看出来了 胡小英已经知道了 相片正是他的女儿 等一下跟帽子叔叔说吧 畜生 胡小英瞪着他狠狠地骂了一句 然后就来到了房门门口 他使劲地垂门 一边还叫道 开门 开门 你们这帮混蛋 你怎么了 彭主任马上把门推开了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你们都等着坐牢吧 胡小英指着彭主任的鼻子骂道 我女儿在你们医院治病 居然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被人拍了照片 我之前还叮嘱过你们 一定要提防那个畜生 说 为什么允许他拍照 看着胡小英歇斯底里 不像是在演戏 一头雾水的彭主任 赶紧看向华诗天 那意思也很明显 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呀 给林妙泡药水澡 只有你们两个人在里面 我和护士都不在啊 你说什么呢 这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华诗天被一下子问猛了 他当然知道刚才是 吴凡一个人在病房里面 要做什么都有机会 但是关键的是 吴凡不是这样的人呀 不可能 哼 胡小英冷笑一声道 他的手机在我手上呢 里面有我女儿 没有穿衣服的照片 日期显示就是十几分钟前 你们等着跟帽子叔叔解释吧 华诗天一脸无奈地 看向了吴凡 吴凡见隐瞒是隐瞒不下去了 于是只好说道 好了 阿姨 是我不对 我不该趁华神医和彭主任 他们没有注意时 偷偷拍了一张林妙的照片 这事和他们没有关系 和医院的管理也没有关系 希望你们不要牵涉他们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会跟帽子叔叔解释 要坐牢也是我去 听见吴凡承认了 华诗天一下子愣在那里 不知道说什么好 而彭主任也是一脸震惊 显然没有想到 吴凡会是这样的人 居然趁华神医不注意时 就偷拍病人的隐私照片 他弱弱地说道 林夫人呀 不过我也觉得 这既然是你们的家事 还是私下解决好一点 我们就不参与了 对了 华神医说 你女儿马上就能醒过来了 你还是考虑一下 要不要让她知道吧 我看要么还是算了 不 华神医就活了林妙的话 我们自然会有后报 但是这个畜生做的事情 不可原谅 你们几个知道就可以了 我会要求帽子叔叔 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 狠狠地查处这个废物 畜生 胡小英瞪着旁边的吴凡 还是立声说道 唉 吴凡叹息一声道 行 我做的错是自己承担 你暂时别让林妙知道了 她就算醒过来了 也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在门口等帽子叔叔吧 不要给她压力 说完 吴凡静止走出了病房 就在这时 病床上的林妙睁开了眼睛 林妙 你醒了 太好了 感觉怎么样呀 胡小英赶紧上前两步 拉着林妙的手问道 嗯 怎么回事 这次醒来感觉到特别的清醒 好像没有患病一样呀 林妙眼神闪烁着惊喜 一边说着一边就坐了起来 看见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红润 彭主任激动地说道 华神医不愧是华夏第一神医呀 一出手就把林妙的疑难杂症给治好了 佩服 佩服 哪里 哪里 运气而已 不要客气 华神医连连摆手 脸色有一些不好 谢谢 谢谢你 华神医 你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神医 胡小英也非常高兴 上前朝华诗天鞠躬道 谢谢你再一次救了我女儿的命 放心吧 回到天水之后 我们一定会亲自上门感谢 奉上一百万的诊经 谢谢 不客气 林夫人呀 我情愿不要诊经 还是希望你能放过吴凡 华诗天趁着胡小英心情好 就想替吴凡求情 胡小英手一挥 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要再提那个废物 你们先出去 我和林妙说一会话 华诗天气的老脸通红 彭主任走到他面前 摇了摇头道 算了 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不好插嘴 妈 怎么了 你们说的是吴凡吗 他怎么了 林妙见他们出去后 一脸疑惑地看着母亲 那个畜生 人渣 你知道吗 他跟着华诗天来 说是替你治病 结果在 华神医等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拍了你的照片 胡小英一脸怒气地说道 不可能吧 他怎么会这样呀 林妙一阵惊恶 也还是有一些不敢相信 和吴凡在一间房里睡了一个月 他都没有过分的举动 也没有偷偷摸摸的行为呀 不可能 他是一个男人呀 看见你这么漂亮的人 能没有想法吗 这是他的手机 还扣在我手里呢 看见没有 这照片 胡小英一边说着 一边把吴凡的手机递了过去 他怎么可以这样 林妙看了那张照片后 先是惊叫了一句 然后突然就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他双手捂着脸 身体都在发抖 断断续续地说道 他 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还是人吗 对呀 他根本不是人 就是一个畜生 林妙 你放心吧 我已经报警了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胡小英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 不 林妙抬起满是泪水的脸 看着妈妈 有一些无助地说道 妈 这相片没有外传吧 不如 就放他一码算了 否则他真有可能要坐牢的 他坐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呀 偷拍照片 要是你爸知道了 一定会打死他的 这是你不要操心 我会出面去办的 胡小英还是很坚决地说道 这个吴凡 怎么那么没有骨气 林妙摇了摇头 紧咬着嘴唇 似乎有一些恨铁不成钢 唉 早知道吴凡是那么没有用的人 当初就真不应该答应 父亲和他结婚了 门口 四个帽子 叔叔出现 问道 刚才是谁报警的 我 是我报警的 胡小英听见声音 后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对帽子叔叔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这涉及到我女儿的名声的问题 希望你们不公开处理 行吗 嗯 我们会考虑到各个环节的 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你把案子说清楚吧 帽子叔叔非常认真地答道 是这样的 我无一间看见 那个废物拍了我女儿照片 而且我还怀疑 他有没有趁机侵犯他 你们一定要给我们查清楚 让他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胡小英详细地 把事情告诉了帽子叔叔 一边指着吴凡 颇有一些咬牙切齿的样子 好 我们安排给你女儿做一下检查 然后问一下吴凡 帽子叔叔接过胡小英提交的手机 看了一眼后 非常严肃地说道 谢谢 谢谢 一定要严办 但是要保护我女儿的隐私 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放心吧 依法办案 这是我们的准则 帽子叔叔说完 走到吴凡的身边 掏出手铐 威严地说道 麻烦你回警局协助调查 吴凡主动伸出了双手 然后朝华诗天说道 华大叔 林妙身体没事的话 你早点回去吧 或者找一家酒店住下 不要担心我 哎 好 你保重 我们想办法保你出来的 华神医说完 老泪就滚了出来 这边 帽子叔叔 安排林妙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同时也对华诗天和彭主任做了笔录 因为华诗天的名声在外 所以 帽子叔叔对他特别的客气 华诗天这个人也老实 承认了彭主任和护士都不在身边 是他和吴凡一起替林妙治病的 他也觉得吴凡不该在治疗的时候偷拍女病人的照片 但是也提醒了帽子叔叔 吴凡和林妙是两夫妻呢 这和一般的病人是不同的 夫妻之间互拍照纪念一下 也不算太过分吧 正常的流程走完之后 华诗天身心疲惫的来到了是人民医院为他安排的酒店 因为实在是担心无凡 华诗天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给儿子 华冷风 爸 有什么事吗 华冷风被林声惊醒后 有些紧张地问道 冷风呀 是这样的华诗天 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后叮嘱道 冷风呀 你也是副局长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一定要想办法 不要让吴凡吃苦头呀 爸 这一点你放心吧 现在办案不像以前了 绝对不会用刑 一切的都是依法办事 而且我觉得吧 像吴凡这点事情 最多拘留几天就出来了 再说呢 林妙终究是他老婆 可能一时生气而已 过一个晚上就会原谅他了 只要他们跟帽子叔叔说一声不追究了 吴凡最多一个晚上就能回来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华冷风在那边安慰道 好了 我明白了 但愿林妙和他妈能明白这一点 明天会原谅吴凡 这都什么事呀 我总怀疑 吴凡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呀 华神医心里稍微放松一点 林妙知道 吴凡偷拍自己的身体后 特别得窝火 但是当检查过后 并没有被侵犯 而且病又完全治好了 心里特别的高兴 所以他和妈妈及保镖 到晚就驱车赶回了家里 见林妙的病治好了 见健康康地回来 林天龙自然非常的高兴 拉着林妙问长问短 关爱之情异于言表 不过该发生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胡小英自然不会错过 添油加醋贬低吴凡的机会 肯定要把那件事情也说出来 什么 吴凡和华神医去替林妙治病的 还在治病的过程中 偷拍了林妙的身体 听了老婆的讲述后 林天龙也是非常震惊 对呀 这个废物 表面上看似乎挺老实的 其实内心真的很猥琐 太可恶了 胡小英提起吴凡 就一脸的不屑和怨恨 真是没有想到呀 看上去老是本分的一个人 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 真是丢我们林家的脸呀 林天龙仰天长叹 他又不是我们林家人 丢我们什么脸呢 他是他 我们是我们 胡小英又是愤愤地说道 林天龙瞪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什么也不再说了 时间已经到了 凌晨的两点多了 胡小英打着喝歉说道 我们去睡了 太累了 去睡吧 林天龙挥了挥手 你不去睡吗 胡小英有些暧昧地 看了林天龙一眼 我不想睡 对了 你刚才说 吴凡拍的只是半截的照片 你怎么就能认定是林妙的相片呢 而且吴凡也可以不承认呀 因为都没有拍到脸 怎么可以确认是林妙呀 林天龙若有所思之后 叫住了胡小英 是 一开始 我也以为他是拍的别人的照片 可是 当我看见那里有一个红色的胎记时 我就知道 肯定是林妙的身体了 因为那个胎记特别的明显 你还记得吧 是吧 那吴凡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呢 太奇怪了 林天龙一脸的疑惑 我怎么知道他会拍这样的呀 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呗 你还记得他妈妈精神病发作的样子吧 这肯定是有遗传的 吴凡的精神病也随时可能发作 胡小英嘟弄道 好了 别再说了 我有事 你先睡 林天龙听了后 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胡小英叹息一声 然后就进了房间 胡小英很快就睡着了 吴凡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废物 他才不会为了一个废物操心劳神呢 不过 林天龙却一直没有睡 他坐在客厅里 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的眉头紧锁 像是遇到了什么大事 吴凡呀 吴凡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 居然去偷拍林妙的照片 太没有骨气了吧 他一边摇头一边在心中想到 现在怎么办呀 这种事情说严重就严重 拘留判刑都是有可能的 一旦留下了暗底 吴凡以后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林妙看着从窗户隐约透进来的光线 就知道最危险的一天过去 美好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 于是他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 感觉到特别的神清气爽 看来已经完全恢复了 他从内心里感激华诗天 要不是有他 自己这次肯定活不了 去华诗天家一趟 表示谢意 林妙这样想到 马上就走出了房间 林妙刚来到客厅 就大吃一惊 并且不受控制的咳嗽 只见客厅里竟然烟雾缭绕 像是晨间的雾气涌了进来 只是多了一丝呛人的味道而已 而在烟雾之中 父亲林天龙像是木头似的坐在那里 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堆满了烟头 爸 你怎么了 怎么抽那么多的烟呀 你一夜没睡吗 林妙赶紧打开窗户 有些担心地坐到了林天龙的身边 哎 林天龙叹息一声道 林妙呀 说实话 我是担心吴凡呀 他在警局会不会受苦呀 会不会判刑呢 爸 他都做出这种事情来了 你还管他做什么呢 林妙撅着嘴说道 不 林妙 我总觉得 吴凡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你想一下 他在我们家的一个月 如果心怀不轨的话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机会呢 可是他硬是老老实实的睡地铺 没有一次过火的行为 至于去偷拍吗 那谁知道 就像妈妈说的 他也有精神病吧 不 林妙呀 还记得你们结婚前 我怎么跟你说的吧 吴凡就是我们以后的依靠 但要想他有成就 就要先给他压力 有句话说的好 天降大任与司者 必先苦其至 劳其筋骨 他前段时间表现都还好呀 我看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绝对不会做那种猥琐的事情 林天龙摇了摇头 爸 虽然为什么要和我无凡结婚 你到现在也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 但是 我可是听从了你的安排 肚子里怀上了他的孩子 只是他根本不相信 一直以为我和雷猛是来真的 他可能是为了报复我 所以才拍下了照片吧 林妙也是一脸不解的看着林天龙 原因以后一定会跟你说的 总之你不能离婚 而且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是对的 林天龙欲言又止的说道 对了 我今天去见一下吴凡 问清楚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做 你觉得他会对我说真话吗 说不好 他似乎对我们家已经绝望了 特别是对我和妈充满了怨恨 口口声声就是要离婚 所以不一定会给你面子 林妙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他有怨气是对的 你妈当时是怎么对他的呀 把他当成庸人 什么家务事都让他做 然后又骂他没有什么本事 是一个窝囊废 整天就知道待在家里 所以以后不管你妈对他怎么样 我们俩一定不能做事太绝了 明白吗 林天龙一脸忧虑地说道 他去洗漱一番后 就对林妙说道 好了 你在家里好生休息 要注意肚子里的孩子 我去一趟楚州 两个小时之后 楚州是警局 吴凡 你出来 有人找 鸡鸭式的门打开了 一个帽子叔叔严肃地叫道 吴凡什么也没有想 直接跟着出来了 反正不管什么事 自己都是要去面对的 有人来保释自己当然好 没有人来保释 要送去看守所 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是你 你怎么来了 当看见居然是林天龙 坐在接待室里时 吴凡倒是颇有一些惊讶 吴凡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要说实话 你为什么要偷拍林妙的照片 林天龙也没有客套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林叔叔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吗 吴凡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淡然地看着林天龙 你问吧 林天龙手抬了一下 是以吴凡尽管问就是了 好 只要你会回答实话 我也就能跟你说实话 林叔叔 林音跟我说 她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真的 吴凡也不再客气 直接开口问道 看来 你和林音的关系确实不错 她什么都跟你说了是吧 没错 她确实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是我们从孤儿院里抱回来抚养的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也没有必要隐瞒 林天龙也是非常干脆 好 那希望下一件事你也不要隐瞒 林妙也不是你和胡阿姨亲生的 对吗 吴凡盯着林天龙 一字一句地问道 正端着水杯优雅喝水 等着吴凡提问的林天龙神色大变 手中的杯子直接掉在了地下 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林天龙手指着吴凡 眼睛瞪得大大的 声音有一些哆嗦的问道 你回答我 他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当然是 我不明白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林天龙回过神来 有一些不解的看着吴凡 你一定要说真话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吴凡又提醒了一句 我说的就是真话 吴凡 你怎么都不相信我呢 好吧 我要是说了假话 出门被车撞 这种可以了吧 林天龙信誓旦旦地说道 他明白 很多所谓的发誓 只是说说而已 而对方 也不过 只是要一个台阶下而已 果然吴凡听了他的话 后苦笑道 林叔叔 是这样的 我遇见一个女人 他说他有一个丢失的妹妹 而这个人长得跟林妙有几分相似 加上他还说他那里有胎记 而他妹妹也同样有 之前 华神医再替林妙治病时 我无意间看见 林妙那里有一个胎记 马上就想到了 会不会就是 那个朋友的妹妹呢 于是就一时糊涂 拿手机拍下了林妙那里的印记 我的本意不是要拍他的 这也是我的真话 林天龙听了吴凡的话后 惊叫了一句 然后用手摸着太阳穴的位置 还轻轻地晃了晃脑袋 看样子 他似乎身体不适 你怎么了 吴凡关切地问道 你似乎心脏有问题 要早点去检查一下 林天龙摆了白手道 没事 没事 吴凡 你说的那个朋友在哪里呢 既然你说了 林妙是你和胡阿姨亲生的 那只是巧合而已 没有必要知道他在哪里了 总之 我当时拍照片时 真的没有任何的杂念 这点还请你相信我 我是尊重林妙的 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我也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吴凡非常诚恳地说道 哎 林天龙长叹了一声 他的心里此时此刻真的是翻江倒海啊 收养林妙的事情 只有自己和胡小英知道 连亲戚什么的都不知道 就是要对外营造一个林妙事 自己亲生女儿的假象 只是没有想到 二十年过去了 吴凡居然怀疑到了 他不是自己亲生的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一点 不过吧 刚才自己已经信誓旦旦地说 林妙是自己亲生的 现在哪怕再怎么好奇 吴凡的那个朋友 也不好再追问了 否则就能显示出 自己刚才说林妙是亲生的 这句话是假的 所以此时此刻的他除了一声长叹 还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了 他的目的 只要林妙不是自己亲生女儿这件事 能一直保守秘密就行了 所以这时也只能装出洒脱的样子说道 好了 吴凡呀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跟你再说一遍吧 首先 林妙是和我胡阿姨亲生的女儿 你可以跟你朋友交代一下 不可能是他失踪的什么妹妹 第二呢 念在你只是想搞清楚真相 并没有别的邪念 我可以向帽子输输车按 你回去振作起来 好好做人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做人的 绝对会让看不起我的人后悔 吴凡斩钉截铁地说道 林天龙身体一阵 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丝寒意 他站了起来 意味深长地看了吴凡一眼 然后就转身离开 等一下 等一下 就在这时 后面的吴凡突然又叫了一句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林天龙转身 很是随和地问道 林叔叔 你认识一个叫赵婷凤的人吗 吴凡开口问道 他心里一直记得小雪说的事情 那就是凤仪从山洞出来后要去报仇 可是回去就说怎么吴凡在那里 这仇不再报了 所以吴凡一直都以为赵婷凤是不是找林天龙报仇呢 因为那天吴凡还真是出现在了林天龙的家门口 上一次见到了赵婷凤 吴凡也问了他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今天 林天龙在这里 当然是最好的机会 吴凡自然也想搞清楚 林天龙听了后 惊叫一句 身体前倾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死地盯着吴凡 同时他的手又摸着太阳穴的位置 像是突然中风一样 一动不动的 你怎么了 旁边的帽子叔叔有些担心地问道 就在这时 林天龙却直接倒在了地下 难道林天龙和赵婷凤真的有什么恩怨吗 不然他为什么在听了赵婷凤的名字之后会倒地呢 晕过去了 怎么办 帽子叔叔检查了一下林天龙后说道 你解开我的手铐 我能治 吴凡举起双手 好吧 反正听上去他们已经准备原谅你了 帽子叔叔过来 把吴凡的手铐打开了 吴凡赶紧给林天龙把脉 啊 怎么会这样 他心里暗叫不好 这林天龙怎么似乎中毒了 而且是慢性中毒 如果再不救治 只怕过不了半个月就要毒发身亡了 还以为他是有心脏病呢 原来是中毒了 不过他的心脏却确实是不怎么强健 加上中毒后身体更加差了 所以才会在情绪激动之时晕过去 吴凡采取掐人中这种简单的办法 就让林天龙醒过来了 他决定了 回去后让华石天去给他治病 反正自己已经知道病况了 以华石天的名义去治 免得自己面对林家人 他相信 林天龙一时半刻还是死不了的 你没事吧 见林天龙醒过来了 旁边的帽子叔叔松了一口气 我没事 没事 林天龙马上就爬了起来 虽然脸色有一些不太好 但是赵天龙还是看着吴凡说道 昨天听说你的事情 我一个晚上没有睡着 一是事关林庙的名声 另外就是我也相信 你不是一个下流的人 担心了一个晚上 精神不好 所以晕过去了 谢谢你的关心 回去好好休息吧 吴凡心中医暖 很自然的说道 真的没有想到 林天龙还会替自己担心 还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坏人 太难得了 嗯 对了 你刚才说的那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呀 林天龙停顿了一下 还是好奇的想再次验证一下 赵亭凤 吴凡一脸期待的看着他答道 他相信 既然是林天龙主动再说起来 或许就有接下来的故事要讲了 我不认识叫赵亭凤的人 印象中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熟人 对了 你怎么想着要打听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是做什么的 林天龙似乎非常好奇的问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也只是随便一问 吴凡淡然的笑了笑 既然林天龙不认识赵亭凤 那就没有必要把赵亭凤的事情说出来呀 好吧 我走了 林天龙笑了笑 然后转身就走 不过 当他走出警局时 当年和赵亭凤在一起的一幕幕就呈现在脑海里了 他不是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吗 或许吴凡提的赵亭凤是另外一个人吧 林天龙觉得自己可能太过敏感了 连问清楚的勇气都没有 那就当吴凡问的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吧 不过有些事情就算暂时能忘记 一旦有关联的事情出现 也会瞬间拉回到当年的那个场景 林天龙精神有一些晃乎 走路时身体似乎都有一些摇晃 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他的司机看见了 赶紧跳下车 要过来迎接他 因为停车的地方到警局还要过一条马路 这便没有地方停车 小心 小心 司机突然神色大变的大喊 因为他赫然看见林天龙像是失魂落魄一般 那便一辆车急驰而来 他居然像是勇士一样 非但不回避 还快速走了过来 司机的话音未落 就传出了一道猛烈的撞击声 林天龙的身体被撞向空中 在空中翻滚了几个圈后 才轰隆一声砸在了另一辆车的车顶上 林总 林总 司机伸手示意其他车停车让行 同时快速地冲向了林天龙 林天龙感觉到眼前惊心闪烁 同时还感觉到自己的脸上 有滚烫的液体在流过 他知道自己是遭遇了车祸 难道报应来的那么快吗 赵亭凤 你在天堂还好吗 林天龙脑子里一片糊 慢慢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在警局门口路上发生的事情 处理起来自然会特别快 不到五分钟 林天龙就被急救车拉走了 交警还在处理现场 由于林天龙在走的时候 跟帽子叔叔签了一份文件 车按 所以在林天龙走了不到十分钟 吴凡就走出了市警局 因为担心华石天昨晚过得好不好 所以吴凡出来后 马上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你是 看见是吴凡的号码打过来的 华石天却有一些犹豫 以为是帽子叔叔用吴凡的手机打滴电话呢 华大叔呀 我吴凡呀 怎么了 听不出来声音 还什么师父 太不把我放在心上了吧 吴凡笑嘻嘻地说道 吴凡 真的是你呀 太好了 听你的语气那么轻松 你这是出来了吗 华石天心里一阵惊喜 开心地问道 对呀 不出来 哪有机会给你打电话呢 你怎么样呀 昨晚过得还好 吴凡关切地问道 是自己带着华石天出来的 却没有好好的照顾他 心里实在是担心呀 我还好 还好 医院给我安排了酒店 我早上还想去警局看看你 可是警局不让 我就只好暂时回到天水县来了 这里病人太多了 你出来了就好 没有吃苦吧 华石天的声音都有一些飘呀 果然像儿子华冷风说的那样 吴凡呆 一个晚上就出来了 这就说明林家已经不再追究那件事情了 吴凡挂了电话后就招手叫低事 他上车时 无意见看见那边围了不少的人 就好奇地问道 那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有一个中年人被车撞了 撞飞好远 在空中翻滚了几个圈呢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低事司机如实说道 是吧 太不幸了 吴凡摇了摇头 一切都有因果 善恶中有报 可能是以前做了坏事吧 司机却很是超脱地说了一句 啊 你信佛呀 吴凡好奇地问了一句 是的 我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而且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这个人可能当年害过人 所以逃不了这一报 师父 不对吧 有一句话说得好 好人没好报呢 也有一些真正的善人 也会遭遇交通事故的 所以你这话似乎不太好听 把所有遭遇交通事故的人 都说成是恶人 无法很是认真地说的 也许是吧 我的话太过了一点 但是你要相信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饥饿之家 必有余秧 有的人是现实报 有的人是报给后人 好人遭遇坏事 那是他的前辈造了孽 他现在虽然遭殃了 但是一生行善的话 他的后辈就会有好报了 司机还是那么自信地说道 听上去是有一定的道理 虽然这事也没有办法验证 但是为人还是和善一点好一些 吴凡复合道 吴凡顺利地到达车站 上了回天水县的大巴车 只是车子刚离开楚州市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虽然是一个没记名的号码 他还是马上接听起来 废物 你这个混账的畜生 你做的好事 要是天龙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刚接通 那便就传来了一道女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 吴凡心里一阵咯噔 发生什么事了 他已经听出来了 电话是胡小英打过来的 这个女人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主动给自己打电话的 而且一出声就是骂人 还说天龙有什么三长两短 难道林天龙身上的毒已经发作了 只是那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胡阿姨 你说什么呢 麻烦你说清楚一点好吗 吴凡赶紧问道 去你的 天龙这个就是太善良了一点 居然主动去楚州 还为你签了谅解书 结果一出警局的大门被车撞了 你这个混蛋 真是扫把心呀 我林家怎么会认识你这样的畜生 胡小英依然在怒骂道 啊 林叔叔被车撞了 吴凡非常得震惊 我的天呀 这也太诡异了吧 师傅 麻烦你停一下车 我不走了 吴凡站了起来 朝司机喊道 你不走了 我们不会退票的啊 司机一脸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 我有急事 麻烦你了 好吧 司机还是好说话 马上靠边停车了 吴凡下了车 招手叫了一辆低士 急切地说道 去世人民医院 在车上 吴凡还是有一些担心 不知道 林天龙是送去了人民医院还是中医院 于是就掏出手机 把打了一个电话 老弟 想起打我电话了 你在哪里呀 那边的人接了电话 似乎非常激动 蒋大哥呀 有一件事问你 就是你们人民医院 有没有收治一个交通事故的伤者 叫林天龙的 吴凡也不客套 直接进入了主题 蒋天国可是是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还是外科的权威 上次王国军被老婆的情人打伤时 他就是主治医生 吴凡也是在那次认识他的 并且帮他治好了男人不行的病 结果蒋天国特别感激他 把他当成了兄弟 有事自然要找他 你说他呀 有 有 还是你们天水县的首富呢 蒋天国马上答道 那就行 我到医院来看望他 蒋大哥 他在哪一个病房呀 吴凡也不想过多的解释了 老弟呀 他不在病房 他蒋天国似乎是欲言又止 不在病房 那还在抢救是吗 不 不 也没有抢救 而是已经拉到太平间去了 你 节哀顺变呀 哎 真没有想到 原来是你的岳父 不过 我们经历了 他从交通事故现场拉回来时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我们尽全力抢救了半个小时 还是无力回天 蒋天国声音沉重地说道 啊 死了 吴凡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我在赶往人民医院的低视车上 还有十分钟就能到 你在门口等我 等我到了 直接带我去太平间 吴凡非常干脆地说道 好的 能不能开快点 吴凡有些焦急地看着司机 放心吧 我可是车神 你坐好了 第一时司机 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他的脚猛地踩下了油门 顿时第一时像是火箭一般地窜了出去 跟我来 车子到了医院门口时 蒋天国已经在等着了 上前和吴凡握了一下手后 就带着他旁边太平间走去 天水泄林家 沉浸在悲痛之中 此时此刻的吴凡 正跟着蒋天国来到了太平间呢 姐 我马上回家来 之后 我们两个一起去市里陪爸爸 好吧 好 你赶紧下来 林音挂了电话后 对正在门口看风景的杨令夜说道 爷爷 我有事要回家一趟 你帮我跟叔叔和婶婶说一句啊 你这个时候走呀 一个人不安全呢 杨令夜有些担心地问道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 没事 回来再说 林音似乎不想太多解释 那行 你试一下 看能不能召唤虎大侠出来 然后找冰冰去拿奔驰车的钥匙 这样很快就能到家 杨令夜见她不想说 也不再多问 她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 知道这些年轻女孩子有些事情不想说 再怎么问也没有用 反而引起对方的反感 好呀 林音为这个主意感觉到特别的高兴 于是马上学着吴凡的样子 大让了三声 虎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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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杨令夜和小雪 还有小蝶等都非常紧张 因为一般情况下 都市吴凡在召唤虎大侠 还有就是冰冰召唤过两次 别人召唤的话 母老虎他会出来吗 就在大家疑惑不已时 母老虎却呼啸而来 并且冲到林音的身边时 在他的裤腿上蹭了蹭 一脸的憨态 其实母老虎除了对吴凡最熟悉外 第二个熟悉的人就是林音了 毕竟当初吴凡就是和林音一起误闯了 原始进山石收服的虎大侠 太好了 没有想到你还认识我 还听我的号令呀 走 去我姐夫的公司找冰冰姐拿车钥匙 林音在母老虎的头上摸了摸 一边说着一边就跳上了虎背 然后呼啸而去 吴凡在蒋天国的带领下 顺利的进到了太平间里面 显然尸体还有一定的处理流程 所以 林天龙并没有被放进尸柜里 有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处理 蒋院长 你来了 那几个工作人员非常客气的打招呼 嗯 我来看看林天龙 你们暂时回避 蒋天国挥了挥手 他知道 吴凡这个人很神奇 也很低调 不想让别人看见他治病 在工作人员走了之后 吴凡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林天龙 心里也是唏嘘不已 只见林天龙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 到处都是伤口 腰间甚至有断了的肋骨刺出来 看上去让人起鸡皮疙瘩 这应该不太可能还能起死回生吧 看着林天龙这种惨状 蒋天国虽然知道吴凡非常厉害 曾经让王国君当场治愈 让自己重振雄风 但还是有一些疑惑 一切看天意 吴凡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 然后就开始给林天龙把脉 一开始 吴凡心中也是一凉 暗想到 这都没有任何气息了 神仙来了也没有用呀 于是他忍不住说道 林叔叔呀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恶事 或许你的前辈造了什么孽呀 不然怎么会死得那么惨 还有呀 有些誓言不能随便发呀 说不定就灵验了 说话这句话 他都准备松手放弃了 却突然身体一震 因为他瞬间感觉到了 林天龙像是突然通电一般 有了明显的一道脉跳 啊 不会是他的神经功能还在 所以听见了自己说的话 内心强烈后悔还是怎么的 不然怎么会有脉搏呢 就这一个发现 让吴凡顿时又有了信心 吴凡马上掏出银针 以一种让蒋天国眼花缭乱的动作 快速插进了林天龙的相应穴位 我的天呀 蒋天国惊叫了一句 眼睛瞪得大大的 显然都不敢相信自己 十几分钟之后 蒋天国脸色都有一些不对劲了 感觉到头皮阵阵发麻 似乎是见了鬼一样 因为他看见 从林天龙身上 竟然生腾起一阵一阵的雾气 如果只是雾气 他还能理解 毕竟吴凡用了内力 可能会让林天龙的肌肤 尚存的水分蒸发出来 可是现在从林天龙身上 生腾出来的 居然是红色的雾气 隐隐约约的 还弥漫着血腥之味 难道这是林天龙身上的淤血 被乌凡的内力化解 直接成为气体生腾出来 他这么厉害 真的能让林天龙起死回生吗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